我们讨论张义峰跟毛泽东 还有习近平跟毛泽东 最后用几分钟了 我们讨论也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事情 就是到底今年中共二十大之后的 习近平第一年走了颠颠颠颠颠的 那美国马上在2024年要举行总统大选 现在美国国内也是充斥了 民主共和两党的这种争斗 那我们谈这个事情是财新 财新的这个创办人 这个吴苏丽他所属的财新周刊英 刚好在毛泽东130岁名单之前 发表了一篇社论 也就是说重温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这个里面提到1978年11中 11中的三中全会 11届三中全会的这个 有关于中共对中共改革开放 非常有重要影响的一个三中全会 这个韩清你怎么样来看待 我们这个题目提到的这个 无数率打响的第一炮 到底今年2024年 马上到了2024年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危机的问题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中国呢 现在是经济下滑的 这个幅度呢确实是非常的大 所以在国内呢 不管是这个高层政界啊 还是说普通的老百姓 还是学界 都对中国呢 现在的经济状况 应该是产生了非常不好的 这种负面的看法 所以呢这个应该说是 这个情绪呢都是比较负面的 包括我最近呢 接触了一些从国内 刚从国内回来的一些朋友啊 把各地的真实的情况啊 所以工作收入啊 到这个企业的发展啊 到财政啊 各方面的情况呢 应该说呢都是 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胡舒立呢 最后这个在财新上啊 最后发表了这么 他们发展这么一个社论 主要呢我的感觉啊 实际上是表明了一个 大家的对习近平的 过去十一年的做法呢 一个不满的一个情绪的宣泄 所以呢他拿出来的讲呢 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这个呢是曾经呢被中共呢 一直呢 尤其是邓小平时代 最后呢一直呢 就奉为真理的 然后呢又再讲呢 后来呢这个讲了很多的 说是包括实事求是啊 如何最后去进行实事求是啊 因为现在呢 这个中国的经济呢 我总说啊 中国的经济现在不是靠 这个这个企业去干的 也不是靠企业家的 去努力去建设的 也不是靠老百姓 去加上生产做的 是靠什么 是靠这个国家统计局 和中宣部一块来捏过的 他们捏过的数字 那就是言外之意就是造假嘛 所以现在呢这些东西呢 确实是一个 是一个现在的一个通行的一个办法 所以呢这个财新周刊呢 最后发表这篇社论呢 无非呢我觉得是 是一种 是一种反弹 是对这种这种现象的一个 一个抨击 当然这也要冒很大的风险 当然即使说是这个胡舒立呢 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也有一定的背景 对吧 但是呢 这个确实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 那现在 文章已经被删了 文章已经被删了 对被删了 但是后续可能会有其他的风险 会跟着来 包括对他个人的 因为现在呢 中央呢 已经三令五身 在讲呢 这个对唱衰中国经济 是坚决不喜的 而且现在是进入到了一个 国安的威胁到政治安全的 这样一个高度去看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呢 这个事件应该说呢 是一个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呢 这个山塔 把它变成404了 这个是更重要的事 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任 现任的领导人 是受不了这个东西 他现在 一直到现在为止 说这个 很多的这个 这个重要的会 包括这个 所谓的这个三中全会 二十届三中全会 大家都说 哎 怎么到现在还不开呀 对吧 像这些呢 其实你说他合不合 合规啊 开不开 那个呢 也不重要 那是共产党内部的会 对吧 但是外界观察 实际上观察 就说他信心不足 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他现在 你胡处立在这个状态底下 你又来 这个添油加醋 说要说你这个 这明摆是说 习近平现在呢 是这个具体的做法 是指路为马 而不是实事求是的 这种这种做法 那整个跟中央 现在的这个意图呢 是背道而驰了 所以我想这个 是一个 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一个一个问题 所在吧 当然呢 另外呢 你刚刚这个也谈到说 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呢 目前来说呢 这个各方面状态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 这种潜在的这个风险 或者是大的那泡沫积累下来的 当然现在在政治上呢 就会影响到 可能会有一些大的变化 但是应该说 基本上呢 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什么大的风险 在未来的 这个2024年 应该说呢 这个看美国经济 应该是新华社下长期说的 叫任性十足 现在起稳 起稳发展 中国经济可能会是 应该说是一年不如一年 目前看啊 因为这一点呢 也不是说随便说啊 说因为人家说我 有人说啊 说这个我是 这个戴有色眼镜 其实不是 因为什么 如果经济呢 真的要起稳回暖的话 它是有条件的 就像你比如说 这个以市场为核心的 这个经济的这种模式 这另外 就是用市场来分配资源 另外一个呢 要有这个法治的 这样一个营商环境 你这些东西呢 都没有建立起来 或者呢 都没有真正的建立 你不能刚靠领导人说 哎呀 我是跟这个商人们 跟这些企业家们 都是友好的 用这个东西来讲 你也不能够说 听过说出台了 说多少多少条 对民营企业 这个优惠的政策 而不是靠一个 法治的一个状态 说不是人治 说有 我产生了纠纷 我对我通过 法的依法的这种办法 来解决问题 解决纠纷 如果真能做到这儿 那中国经济 说起稳回暖的 可能性就是有吧 为什么 因为大家就开始逐渐的 相信你 为什么中国现在呢 这个你说什么 他也不信 老百姓为什么 到现在为止 你说什么 怎么劝他 他也不消费 对吧 他应该把钱 有的钱存起来 因为他知道 未来下一年 下下一年 经济越来越不好 我现在得存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对吧 他不出来去消费 所以我想 这个呢 才是问题的核心 那这些核心的问题 你不解决 最后你光靠嘴上吹 刚靠中相部 这个来吹 刚靠这个 这个 统计局 来给你改数字 最后说 你其问相好 那只能说 我说是越走越 越黑 这是叫什么 叫叫叫盲人骑虾马 对吧 没有 没有一个未来的一个 一个好的结果 嗯 我未来一年了 一个我们看看了 未来一年 美国的政治大戏 是总统大选了 这个川普 南部会不会重新回到白宫 这个盛名 你可不可以谈一下 这个这篇文章 十四求是 你可不 刚才这个恒星也提到了 那是不是代表 大陆目前 某些社会 某些社会阶层的人看吧 这篇文章出了以后 很快就被404了 就被疯了 对 胡舒立 大家也知道 就是 他最早的 财经是美国回去的 王伯明给了他一笔钱 搞的这个 王伯明也好 胡舒立 基本上都是王岐山的老朋友 他的财经口 在金融口 后来他因为跟王伯明 有些矛盾 后来他自己 就搞了今天这个财新 谁都知道 他跟王的关系 是非常近的 在一系列的问题上 就这篇文章本身 其实 不是问题 就是说呢 他的背景有问题 就是人们就自然会想到呢 就是 王岐山又怎么怎么样了 王岐山现在已经退出 中国政治舞台了 这次你看到 去到 毛的纪念堂的时候 也没有他了 就七个常委吧 他和习的关系 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关系 就是海外我们也评论很多了 这个不想 不想去重复 但至少我们知道呢 他周围的人 就是说他最好的朋友 任志强 我讲十八年 那个陈锋王剑是一死一关吧 那他的大秘呢 董宏现在也在里面 应该是更更长的是武器吧 就等等 那胡舒立这篇文章 可能也就是在背景上面出的问题 他本身讲的事情 实事求是 你换一个人讲 恐怕就没有这个事情 这当然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呢 就 就中共的东西到底是不是造假 就 我相信很多假 包括李克强 他还在辽宁做社会书记的时候 就跟美国的领事就说过 别相信中国的统计数字 都是man made的人造的 我都不相信 所以他自己就搞出了一个叫克强指数 他要看经济呢 他就看了几个指数 比如说用电量啊等等 万个货用量之类的 是有造假的一面 但是呢 你说要是中共通过四十年的造假 把那个经济造成了世界第二 这似乎呢 也说不通 对吧 中国经济世界第二 这个大约不假吧 所以实际上 他是有造假的一面 也有呢 他造假还有两个方向的 比如说中国的GDP 到底是多少 中国60%GDP是民营企业创造的 反正事实是国营 国营的可能呢 都会夸大 因为要政绩 那民营的呢 本能就会缩小 他要逃税 所以把这两个东西啊 要综合一下 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 还真说不好说 再一个 最后一个呢 中国和美国到底谁危险 到我看来呢 就美国现在实际上 两个老头打架 挺危险的 中国呢 是一群工资在骂娘 日子也不好过 就大家都有自己难过的地方 中国就不用讲了 就从美国来讲 现在他明年的大选 真的是美国一个 很危险的一个卡 两党的候选人 这两个80岁的老头 共和党那边几乎是没有悬念 除非你把他暗杀了 他一定会出来 就特朗普 就民主党这边的人 想了各种方法 其实我相信包括共和党的建制派 也不希望 特朗普出来 因为他实在是太不靠谱 没有人知道他上来会做什么 就国内有一种说法 特朗普就是不靠谱嘛 他不靠谱 就他自己明天做什么 他自己 他今天都不知道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别人怎么去预测他 所以他们一直想着 叫他没有资格去选举 就采取了很多法律手段 前后五次吧 应该 会没有效 会没有效 每上一次 他的支持度就 网上翻译 十个八个点的 现在他跟第二名 已经相差三十多个点了 所以几乎是没有悬念 他一定是共和党的 不出来的 有一点悬念的 就是拜登这边 拜登这边 其实第二名也没法跟他比 就是其他的人 但是拜登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在自己退选 因为他年龄毕竟大了 不适的话 太糊涂 大家都看得到的 所以如果说 党内的大佬们 不支持他 或者说 让他退的话 他有可能以身体力 就是退掉 退掉之后 当然比较有可能的 就是副总统 然后就是加州那个 州长 所以美国明年会有一场的 相当厉害的 一个分裂 就 从上一次竞选起 几乎已经注定了 美国四年一次的大选 就是一次危机 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选输的那边 不认账的 这是美国地上第一次发生 不是川普一个人不认账 他下面的 几千万个选民 都跟着他一起 不认账 认为这是选举作弊 选举的 就民主的底线 是在地复苏 我曾经在美国参加过 无数次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 经济学会 政治学会 历史学会 明年的民政的各种组织的选举 毫无例外 就是当苏的那边 不认账的时候 再拉起一摊 民主的游戏就没法玩 就当时美国 就四年以前吧 他守住了第一条 就是 民主那条线没守住 不服输了 但第二条线他守住 民主就是 美国就是一个民主 一个法治 川普任命了三个大法官 他其实最后希望的是说 争执不下的时候呢 有最高法庭裁决 拜登输他赢 结果即使是他任命的法官 也没有投他的票 前后是六十多次吧 我们记错了六三次 上诉到各级法庭 他就赢了一次 其他都是输 也就是那一次呢 2000年那次是法治这条线 他守住了 就美国民主那条线 其实已经 就大家不相信了 也就没有了 就1月6号 这个 值得大家记住的日子 那一天 美国几乎就是要出大事 几乎分裂 本来我还以为 川普呢就是个政客 他只是三户别人1月6号 去闹一下 他自己呢 把火点起来就溜了 后来他的卫士 把他的那些 跟着他的那些安保人员 他们最后揭露出来 还真不是这么回事 人家川普还真是 亲力亲为 他是 像他承诺那样 他要走在那个 示威群众的最前面 带头去冲国会 是被他的那些保安 司机啊 硬把他 拉回了白宫 他还冲上去 卡那个司机的脖子 还说什么 I'm the fucking president 我他妈是总统 你得听我的 到了白宫 还把吃的东西 番茄酱 甩得一墙都是 你设想一下 如果1月6号那天 几万愤怒的民众 由总统带领着 冲向国会的话 那是怎么一个 一个情况 所以美国很危险 中国的危险在另外一边 中国危险的实际上就是 这种合法性危机 就今天的中国的 什么东西是 是合法性的 毛泽东的合法性 是建立在他的战绩上面的 没有人挑战他 邓小平那是他的政绩 他经济确实搞上来了 提的合法性在哪 他现在实际上 在寻找合法性 很可能他找到台湾 就说 他自己给自己定位嘛 从毛泽东是站起来 不管怎么说 独立了中国 没有人可以在 指使中国干这干那 邓小平也不管怎么说 有多少腐败 有多少两极风华 但中国富起来 做到了 他想做到中国强起来 怎么强起来 非常可能他给自己 历史上找到的定位 最后合法性依据呢 就是统一中国 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可能的话 和平统一 就是 鼓励统一 如果必要的话 他都会做 好 这个财讯呢 财新周刊的这些社论 有些讨论 我们也 我们也在这个地方 接这个机会 接这个平台来讨论一下 实事求是的路线 跟虎树立的这个立场 到底在中国社会 跟政坛有名一样 好 谢谢 今天的中国人 讨论很多议题 再次谢谢 连心先生 这个黄正平先生 何平先生 还有陈默阳先生 一些所有明镜观众 对我们支持 新年一年 2024年 就马上到了 当我们 你看到我们分级 播出的时候 已经是2024年 在这个地方 再次跟大家 祝个新年快乐 也跟两位 祝个新年快乐 我们 新年快乐 下次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请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